美国职棒大联盟明星赛即将要在11月初开打 而下午的第一场热身赛中华队对上了台体 目前还在调整状况的王建民没有登板改由倪福德先发 主投了二又三分之一局被敲出一支拳雷打 两支安打失两分表现还算及格 而至于王建民到底会主投哪一场的大联盟明星赛呢 教练说还是得要看剑仔的情况而定 美国大联盟明星赛热身赛开打前 王建民不上场只有跑步热身 那到时候正式赛程剑仔要先发哪一场呢 教练说目前王建民的状况还没有调整回来 何时先发仍是未定数 从今天内集完以后 那个今天教练团会再跟他商量 然后再讨论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那个威伍到什么程度 剑仔的状况还没调整好 第一场热身赛中华队对台体 让倪福德先发主投二又三分之一局 被击出一支拳雷达两支安达 失掉两分 教练说热身赛先暖暖身 到时候一定会拿出最高水准 其实是让球员他们进入那种比赛的那种气氛 还是让他们提早做那个 因为要用那个明星赛的五场比赛嘛 进入那个比赛的状况 旅外球员还在调整最佳状态 等待上场 球迷最期待的王建民 到底会在台北新庄登板 还是台中或是高雄先发呢 还得看健载的状况 球迷高度关注 中天新闻六人陈广瑞 台中报道